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部长有权每三年调整保费 另外根据法案 当局制定了四套保费机制 比原有的增加多一个配套 而部长有权决定采用四套保费机制的其中一个 而这个法案计划在2018年1月开始推行 由于申请的失业人士需要在失业的60天内提出申请 并且接受当局安排的再就业计划 接着我们来看EMDV的案件 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阿莫扎西昨天才在国会证实 大马警方的确曾经向国际刑请提出要求 以便侦查关键人物刘特佐的下落 不过随后就有媒体传出 这位碗炉人间蒸发的刘特佐 他的豪华游艇平静号日前就出现在印尼亚齐 而根据海市数据网站显示 这艘平静号目前就在泰国普吉岛 虽然无法证实刘特佐是否就在游艇上 但这个消息依旧引起民众关注 不过阿莫扎西今天出席活动 被记者问到这件事实 只表示他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更强调 我国警方针对EMDV的调查已经结束 不愿做出进一步评论 另外国会在昨天正式复会 反对党议员也再次提出EMDV的疑问 其中就包括了潘检伟和尼克敏 而议长以正式法庭事务为理由 拒绝了有关提问 对此潘检伟反批议长的理由 是站不住脚的 尼克敏也形容议长的举动显示 国会民主已死 连全球最大金融丑闻 在国会也不准提问 叫人民如何寻找真相呢 来看国际新闻 中国中共十九大惊天落幕 大会通过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 其思想全名称为习近平新时代思想 也就是指导中国在新时代 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其思想也是继毛泽东以来 第二位在世时将自己名字 写入党章的中国领导人 有媒体指 这意味着习近平的历史地位 可比毛泽东与邓小平 甚至是毛泽东以来 中国最强大领导人 随着十九大闭幕 中央委员将在明天召开一中全会 预料习近平将继任中共总书记 开启习近平新时代 来看体育新闻 足坛年度盛会国际足联FIFA年度最佳颁奖典礼 昨天晚上在英国伦敦举行 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当家球星西罗纳多 成功蝉联FIFA最佳球员奖 这是他第五度获得世界最佳球员殊荣 追凭阿根廷球星梅西的记录 西罗上继为皇马各项赛事上阵46场 打入42球 带领皇马重夺西甲联赛冠军 更成为首支欧冠杯改制之后 成功未免欧冠冠军军的球队 并以12球成为欧冠最佳射角 西罗此时的得票率高达43.16% 远远领先第二名的梅西的19.25% 以及第三名巴西球星内玛尔的6.97% 最后有娱乐新闻 歌神张学友大马演唱会门票 在上个星期六公开发售之后 就吸引了数千人购票 还导致网上购票系统荡击 虽然如此 两场大约24000张的门票 还是很快就被秒杀了 黄牛票还在网上炒到 三四千令吉的天价 但买不到票的歌迷们可不要失望了 因为主办单位宣布加场 日期将定于1月28号 不过目前加场的演唱会门票 开门日期还不确定 歌迷们可要密切留意了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